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见到姜黎的时候 是在医院 我包扎好了手臂 给女儿安安拿了药 正往病房走 却看到姜黎坐在隔壁病房里 满脸宠溺地照顾着一个小男孩 浩浩 还疼吗 姜黎一脸担忧地抚摸着浩浩的脸 我从来没见过姜黎这副温柔至极的模样 平日里 他就算是对着安安 也只是一脸冷漠 我拿着药的手紧了紧 心脏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一般 安安醒过来之后 就疼得一直喊妈妈 可明明就在隔壁病房 姜黎宁愿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也不管自己亲生女儿的死活 我愤怒地想冲进去质问她 却听到了安安的哭闹声 我快步走进病房 就看到女儿头上缠满了绷带 虚弱地躺在床上 眼睛里满是湿润和不解 爸爸 妈妈为什么没来看我 我的心狠狠地揪动了一下 轻轻为女儿是去眼角的泪珠 终究是没忍心说出事实 安安乖 妈妈待会儿就会来了 安安很乖 她低着头 双手抓着床单 怯懦地说道 爸爸 妈妈生事不喜欢我 因为我不听话 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 她最喜欢干净的小孩 听到女儿说的话 我倒水的时候顿了一下 如果没有我的原因 或许姜黎会好好对待安安吧 我和姜黎的结合 不过是两家人祖辈的交情 但我从第一眼见到她 就知道自己陷进去了 姜黎结婚以后对我很冷淡 就连那种事情 也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般 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和我发生关系时 脸上的毫不掩饰的厌恶 可那又怎么样 我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发现我的好 然后接纳我 安安出生之后 我原本以为有了孩子后 我与姜黎的关系会有所缓解 但她却变本加厉 将对我所有的不满 都发泄在了安安的身上 以至于发生地震时 她第一时间想的是 给她其他男人打慰问电话 此刻更是在照顾着 那个男人的儿子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安安一眼 我没办法回答安安的问题 只能心疼地抚摸着她的脸蛋 姜黎不是不喜欢孩子 她只是不喜欢我 把安安哄睡后 我还是忍不住去找姜黎 见到她时 她正在吹着碗里的粥 一口一口喂给那个孩子 我没有打扰她 直到她看到了我 满眼的温情 瞬间冰冷了下来 不好好照顾女儿 你来这里做什么 姜黎说话总是带着刺 平日我都可以忍受 但唯独这次 我忍不住质问她 你也知道 安安是你女儿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走进来的人打断 浩浩受伤没有 那是一个穿着高定西服的男人 她冲进来时 完全忽略了 门口还站着一个人 身体撞向我骨折的手臂 带起了一阵疼痛 她神色慌张地检查了一番 确保孩子没受伤后 才松了一口气 而姜黎的眼神 落在那个男人身上 再也没有移开 爸爸是妈妈保护了我 我没有受伤哦 浩浩紧紧抱着姜黎的腿 这话一出 我们三个人全都愣住了 姜黎迅速回头看了我一眼 又像是躲避我的目光 将头撇开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最后还是男人打了圆肠 浩浩 我不是教过你 不要乱叫别人妈妈吗 没关系 姜黎连忙说了一句 她突然离那个男人很近 眼神中的炽热掩饰不住 浩浩很乖 我一直想要个像她这么乖的孩子 虽然她表现得很绅士 但是我知道 姜黎和那个男人认识 而且关系匪浅 他们没有再理会我的存在 三个人其乐融融 仿佛是一家人 我原本一枪怒火 但此刻看到这副场景 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抽空了 仿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叹了一口气 什么也没有再说 苦笑着退出了病房 安安是在三天后出院的 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 只不过我的手臂需要好好静养 爸爸妈妈呢 她说会来接我回家的 女儿仰着头 在人群里寻找姜黎的身影 从地震受伤后 安安就没见过她的妈妈 安安很听话 没有大吵大闹 因为以前姜黎就告诉过安安 她不喜欢吵闹的小孩 我牵着安安的手 在原地等着 回想之前在病房里的一切 姜黎或许不会来了 正这么想着 安安却突然松开 牵着我的手 满脸欣喜地向前奔去 妈妈 我回过了神 就看到姜黎有些别扭地抱着安安 原本失落的心又瞬间有了希望 我不免吃笑一声 就算对姜黎再怎么失望 只要她出现在我面前 一切都溃不成军 我挂起了笑容走了上去 刚想接过姜黎手中的包 却被她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我的手在半空中僵了僵 最后垂了下来 安安 你先和爸爸回家吧 姜黎的声音很平淡 我却皱起了眉头 在医院 你没有照顾安安 现在出院了 姜黎的目光平静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她打断了我说的话 周英怀 我有很多事要忙 安安有你照顾就够了 她说话从来不给我反驳的余地 我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一句话没说 你的胳膊受伤了 这几天也不能去上班 你在家照顾安安就行了 我要出差一趟 安安原本欣喜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伸手拽住了姜黎的衣袖 妈妈 你怎么又要走 和姜黎结婚这么多年 她经常以出差的名义远离我和安安 我苦笑了一声 突然觉得很累 语气也不再掩饰 只是充满疲惫 好 我会照顾好安安的 姜黎似乎察觉到我的异样 在离去时 难得地和我解释了一句 公司项目出了问题 这次是真的出差 我扯了扯嘴角 有些强硬地扯开的女儿 紧拽着姜黎不放的手 我拉着安安后退了几步 神色十分平静 你忙你的 不用和我解释 你在耍什么小杏子 姜黎不满地看我一眼 她从来不会多给我几分耐心 这个家有没有姜黎 都没有什么不同了 回到家后 安安就拍开了我的手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坐在沙发上 手指有些生疏地夹起了烟 姜黎不喜欢烟味 所以和她结婚后 我就再也没碰过烟 这么想来 我为姜黎已经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的底线 疲惫地往后仰 腰间像是被什么戳到了一样 还有些疼 那是一副相框 当我看到相框里的照片时 原本整理好的情绪再一次崩溃 照片已经发黄了 年轻时的姜黎 依偎在别人的怀中 笑得很幸福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我的指尖有些颤抖 照片上的男人 让我回想起在医院时的场景 很像 我将照片取下 背后是姜黎的自己 看起来刚写上去不久 姜黎落林青 很老套的剧情 我努力了这么久 却还是比不过他心里的那个人 我终于明白 姜黎这些天 为什么对我和安安更加冷淡 原来是初恋回来了 手指夹着的烟掉到了地上 溅起的火星子 让我感觉到一瞬的刺痛 爸爸 安安的声音让我猛地回神 我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眶 回过头就看到 安安光着脚 手里抱着布娃娃 站在房门前看着我 我将安安抱了起来 她正在小声哭泣 我想妈妈了 屋子的光渐渐暗了下来 哭泪得安安塌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拿起手机 犹豫地给姜黎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通 还没等我说话 那头的声音就极尽不耐烦 我不是和你说了 我很忙 没事别打电话 我看着桌上的照片 声音有些干涩 忙什么 和林青在一起吗 电话突然没了声音 我也不急 耐心地等着 周英怀 要不要脸 翻我东西是吗 我吃笑一声 姜黎根本不会和我解释 只会一次又一次质问我 所以 这就是你抛弃安安 保护初恋儿子的原因 我几乎是咬着牙 说出了这句话 趴在肩头睡着的 安安抖了个机灵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电话被挂断 传出了盲音 我拿起那张 他们二人的亲密照 端向了片刻 随后用打火机点燃了照片 火蛇卷起 将照片烧得一干二净 也让我对姜黎回归家庭的最后希望破灭 之后的几天 我没有再联系姜黎 也不知是不是她愧疚的心理作祟 时不时会给我发她在公司的照片 但我从来都没有回复过 去接安安放学的时候 就见到她呆呆地看着一个方向 我喊了几声 她都没有回应 直到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我还是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刺痛了双眼 原本应该在外地出差的江黎 此时正牵着浩浩的手 一脸的亲密 我看到她精心打扮的妆容 满脸欣喜地冲着不远的方向挥手 迎面走来的是她的初恋林青 林青的手中还捧着一束花 绅士地替江黎拉开了车门 我终于知道安安为什么会一脸失神了 爸爸 别难过 安安轻柔的话语突然响起 我回过神 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从眼角滑下了一滴泪水 好笑的是 在江黎坐上了林青的车后 她就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消息还是一张她在工作的照片 我还在出差 你能不能不要再耍小兴子了 知不知道我每天应付客户很忙 周英怀 你哑巴了吗 手机信息不断弹出来 我拉黑了江黎所有的联系方式 随后抱起了安安 开车经过江黎时 因为我拉上了车窗 她没有发现我 但借着红绿灯停靠的时间 我听见了他们说的话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去游乐园玩 浩浩的声音很清脆 江黎一脸笑意 似乎对浩浩喊她妈妈并没有抵触 我们明天就去和爸爸一起 好不好 我握着方向盘的动作紧了紧 指尖颤抖得很厉害 浩浩明天还要去上课 你别总惯着她 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能惯着的 他们的欢声笑语渐渐离去 身后的车不断响着喇叭催促着我 我用力地一踩油门 企图掩饰自己的脆弱 但握着方向盘的手 还在颤抖着 是了 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 浩浩的眉眼和江黎很像 也许江黎护着的孩子 并不仅仅是因为初恋 而是因为 那是和初恋生下的孩子 爸爸 安安小声地叫了我一声 我有哥哥了吗 小孩什么都懂 但他们只会看到表面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用干涩的声音 问了安安一句 安安 以后只跟着爸爸好不好 回答我的是一片寂静 离婚的念头 仅仅出现一次 尽管已经对江黎失望至极 但是想到安安还那么小 我就有些于心不忍 她很喜欢妈妈 如果贸然离婚 会对她的童年 产生不好的影响吧 令我没想到的是 江黎会在安安五岁 生日那天回来 周迎怀 你是不是有病 给你发信息你不回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 你还想接着过下去吗 她一回来就劈头盖脸地 骂我一顿 完全望了一旁 害怕地发抖的安安 我冷静地将安安送回了房间 面色不改地干着手上的火 如果你是想吵架 可以等后面吵 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 应该记得 今天是安安的生日 江黎似乎没想到 我会这么和她说话 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也对 毕竟以前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 她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将手中的袋子 放在了沙发上 我瞄了一眼 看起来是条童装裙 我当然记得 今天是安安的生日 要不然 我也不会回来 毕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我做 我将手中的刀重重切下 发出的声音 让江黎堵住了想说的话 莫名其妙 江黎嘟囔了一句 跑到了安安的房间 可没多久 房间里头就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 怎么会穿不下呢 妈妈买这条裙子 花了很多钱 一定是安安变胖了 我紧紧皱起眉头 打开了房间的门 就看到安安因为穿不进去裙子 仗红着脸 眼角挂着泪珠 而江黎一脸不耐地 死命往下拽着那条裙子 江黎 你够了 我直接将江黎推倒在地 安抚着哭泣的安安 周英怀 你把安安喂得这么胖做什么 安安是个女孩子 我就不应该把女儿 交给你一个男人照顾 我没有回答她 只是抖开了那条裙子 我冷着声音质问 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安安了 你买个裙子三岁小孩可以穿 但是安安已经五岁了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 一开始就好好照顾 我突然想到了 她和林青的孩子 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意 也对 你不止安安一个孩子 这似乎戳中了江黎的心窝 让她的脸色一沉 周英怀 今天是安安的生日 我不想和你吵架 氛围变得有些安静 只剩下安安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不合时宜的门铃声 却突然响起 来的人是林青 打扰到你们了吗 她嘴上说着打扰 但眼中并没有任何歉意 根本没搭理我 就直接进了门 她身后还跟着浩浩 妈妈 浩浩开心地跑了过去 直接扑在了江黎的怀里 而江黎也是一脸诧异 有些不满地看向林青 不是说不要跟来吗 浩浩吵着要妈妈 我拗不过她才来的 眼看着安安的生日 会被这对父子的道来打乱 我再也忍不住怒火 将拳头狠狠往门上一砸 声音大的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周英怀 你发什么疯 江黎下意识地将浩浩护在了身后 而我直视林青 我和江黎还没离婚呢 你这个第三者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上门吗 林青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搂住了江黎的肩膀 勾起的唇角 带着讽刺的笑意 周英怀 别那么大火气 浩浩和安安 好歹也是兄妹 认识一下也是好的 我侧头看向不远处躲着的安安 强压下了怒火 今天是安安的生日 我并不想和他们有过多的冲突 林青见我没有反驳 冷笑了一声 浩浩他从小就没有母亲 所以才一直喊我妈妈 你不要误会 江黎突然靠近我 握住了我的手 小声地向我解释 但我只是沉默地走进了房间 陌生的消息从手机传来 每一张都是江黎和林青二人的亲密照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门外 果然见林青宣示主权一般 挥了挥自己的手机 新发出的消息 附带的是一张亲子鉴定 浩浩和江黎的亲子鉴定 江黎早在和我结婚前 就已经给林青生下了孩子 也难怪会对自己的家不闻不问 而安安每年的生日 江黎都不在家 原来是去陪浩浩去了 他早就给我戴了绿帽子 并且笃定我不会和他离婚 安安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坏小孩 客厅的责骂声和哭闹声传来 我连忙冲出了房门 就看到安安浑身都沾满蛋糕奶油 浩浩捂着脸坐在地上大哭着 江黎将她抱在怀里不断安慰 而林青的脸色黑的快滴出墨来 当着我的面扇了安安一个耳光 周英怀 管好你自己的女儿吧 小小年纪就会打人 一看就没有教养 我脸色一白将安安护在了怀里 更向林青的目光充满着怨恨 爸爸安安不是坏小孩 是她说爸爸的坏话 抢妈妈 安安才打她的 安安大哭了起来 脑袋往我怀里钻着 撒谎惊 江黎只要碰上了她儿子的事情 就失去了理智 她用最恶毒的言语攻击着自己的女儿 浩浩这么乖 怎么可能会这么说话 你以前就和妈妈不亲 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生的 是不是你生的心里没数吗 我声音渐冷 怒火充斥在胸膛无法发泄 我上前一步 江武着脸哭得浩浩拽了起来 狠狠地也扇了她一个耳光 周英怀 江黎尖叫了一声 看我的眼神如同陌生人 林青看到我打她的儿子 也猛地扑了上来 我和林青扭打在一起 但那家伙一看就是细狗小白脸 没多久就被我打趴下 我泄愤斑狠狠踩着林青的脸 看向江黎的眼神 没有一丝温度 人是有底线的 江黎 如果你觉得有安安在 我就不敢和你离婚 那你就错了 安安逃离你这种不负责的母亲 是最好的 在那之后 我就带着安安离开 期间 江黎的父母还打过电话给我 或许是听到我想离婚的事 说了不少好话 我将离婚协议寄给了江黎 这次不管她是否愿意 这段感情我也不想再维系了 这么多年 石头都能捂热 何况是人呢 她只不过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罢了 或许觉得我还在赌气 江黎给我打好几个电话 见我不接 她就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 周英怀 你闹够没有 字一签 你可不要后悔 安安还那么想 你想让她有个不完整的家吗 她这句话 无疑是拿捏住了我最担心的事 但经过上次聆清的事情 我也已经彻底看清了 所以呢 不离婚的话 安安有过完整的家吗 江黎 我不会后悔 也希望你不会后悔 最后一句话 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口 好 这是你说的 周英怀 你有什么本事反抗我 江黎的语气也变得凶恶起来 而电话那头 还隐约能听到 浩浩吵闹的声音 看吧 就算如此 江黎还是选择 陪伴在初恋身边 闭嘴 她吼了一声 下一秒掐掉了电话 我垂下了手 整个人就像是脱离一般 靠着墙缓缓坐下 安安还在酒店床上 睡得很熟 也不知是不是生病了 离开家后 安安就发起了高烧 就连睡梦中 她也在喊着妈妈 我眼中闪过一丝痛楚 江黎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或许是我说的那番话 彻底激怒了江黎 她断了我所有的经济来源 和江黎在一起之前 我事业上其实还算可以 大学毕业之后 靠自己的努力 开了一家小公司 一年几十万的收入 不算富足 但小康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江黎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 和她结婚之后 她就强迫我关掉了公司 让我找了一份不忙的普通工作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前段时间公司裁员 由于我手臂受伤的缘故 第一个被裁的就是我 我没了收入 家里的经济来源都来自江黎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好在前些年的积蓄足够撑一段时间 但安安的病情似乎越来越严重 就算打针吃药 高烧也一直不退 直到某天早上 安安开始流鼻血 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几乎是第一时间给安安办了住院 但是检查结果一出来 我觉得天就快塌下来了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如果没接受正规的治疗 平均生存期只有三个月 然而治疗费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单单依靠我 没办法支撑这么庞大的医疗费 孩子的病没办法拖 他年纪还小 现在的医学条件生存率还是可观的 主治医生的话还回荡在脑海中 我点了根烟塞在了嘴里 手指停留在江黎的手机号上 我从来不在乎脸面 为了女儿我更不在乎 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通 但接的人却是林青 周英怀 你不看看现在几点吗 林青的声音还带着困意 我握着手机的手艺紧 压低了声音 我找江黎 林青痴笑一声 几乎是毫不留情地讽刺我 不是和江黎闹离婚吗 现在没钱了 舔着脸回来了 江黎在睡觉 别再打来了 我们才是一家人 电话被挂断 我还保持着举着手机的动作 二手烟过了肺 让我忍不住猛地咳嗽 林青说的每句话 都如同刀刃戳进了我的心脏 安安的病没办法拖下去 只是最初的话聊 就把他疼得嗷直哭 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一次又一次地给江黎打电话 总算是联系到了他 改变主意了 他的声音没有什么起伏 似乎笃定是因为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没有钱 我才去找他 安安生病了 我需要钱 离婚的事 可以等安安好了再说 电话那头的声音沉默了好一会儿 江黎冷哼了一声 语气多了几分了然 不叫我签离婚协议 现在变招法来让我盯你钱 周英怀 你要不要脸 还拿着安安的事来威胁我 你真令人厌恶 他的话语很毒辣 安安的疼痛 他根本感觉不到 我的嘴唇微微哆嗦 咬了咬牙 这笔钱对我很重要 拜托了 所以呢 江黎无情的话语刺激着我的耳膜 关我什么事 真的想求我 就拿出求人的态度 又是一次无事 我默默低下了头 脑袋疲惫地砸在了医院的玻璃窗上 常常叹息 我从早上站到了夜晚 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直到走廊上再也没有人 算了 已经不重要了 安安的病情恶化得很快 我想过了一切办法找人借钱 但似乎是江黎提前打了招呼 并没有人借给我 只有在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如果我的手没有受伤 我现在是不是还有收入 如果我没有为了江黎放弃事业 我是不是能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爸爸 我没关系的 安安有时会清醒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安慰我 治不好病就不治了 安安会在天堂好好保佑爸爸 他很聪明 什么都懂 或许是我和医生的谈话 让他听到了 在这期间 江黎主动来找过我 我本以为他终于相信我说的话 但接下来他冷漠的话语 却让我失去了所有希望 如果你能带安安回来认错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生活 凉气流窜至四肢百骸 我忍着颤抖的声线 安安就快死了 你知道吗 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 周英怀 你有完没完 我没空和你闹 我只是通知你 江黎还是觉得我在骗他 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的安安 已经无力回天 医生遗憾地对我摇了摇头 明明只需要有钱 就能救回安安 但是我没有能力 爸爸 我好想妈妈 这是安安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女儿 因为我的无能 她母亲的冷漠 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独自一人将安安火化 把它装进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 家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整理 虽然不想看到江黎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门锁并没有更换 我只是刚打开了门 水杯就在我身侧炸开 玻璃碎片划伤了我的手臂 你还知道回来 周英怀 你一个大男人 还闹离家出走吗 江黎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一改在他人面前女强人的形象 此时的他没有化妆 略显老太 安安呢 安安怎么没回来 江黎似乎才发现 没有安安的声音 拽紧了我的手质问 周英怀 你是不是想用安安威胁我离婚 他的言语激烈 吵得我头疼 我用力将他的手挥开 江黎身形不稳 直接倒在了地上 我面无表情地 将装着安安的骨灰盒 放在了柜子上 低头审视着江黎 你不是想知道 安安在哪儿吗 就在这个盒子里 听了我的话 江黎的脸色瞬间煞白 他并不傻 第一时间就明白了 我说的什么 江黎咬了咬牙 亮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拽住我的衣领 不断摇晃 这是你的新把戏吗 你把安安还给我 嗨 我将安安的死亡证明 直接扔到了他面前 他的话语没有说完 只是瞳孔猛缩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 江黎失去了所有力气 哆嗦着身子 泪水突然喷涌而出 这不可能 你从来没和我说过 我讽刺一笑 江黎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我小心地将安安的骨灰盒抱在怀里 看都没看江黎一眼 我记得我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 江黎的身子猛地一哆嗦 但你始终觉得我在骗你 这只是我为了讨好你的把戏 江黎 你才是杀人凶手 是你的冷漠让安安死去 他明明还那么小 我突然哽咽 目光扫向江黎 心中从未有过的厌恶 明明以前他毫不在意 现在人死了 倒是只顾着哭 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们好聚好散 这么多年 浪费了我的时间 可我没想到 江黎会这么纠缠着我 在我为安安办的葬礼上胡闹 周英怀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你看我离婚协议还没签字 他憔悴了很多 几乎是见到我 泪水就止不住地流 他突然抱住我的腰 用尽全力地懊悔着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放下身段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忽略了你们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一直爱的是你 我只是不甘心和灵亲就这么结束 所以才会这样 可是我现在 看清我真正的感情了 我将江黎抱着我的手 一点一点掰开 在他有些绝望的注视下 我讽刺一笑 你觉得可能吗 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 江黎 你脸皮还真是厚 江黎的身形微微摇晃 撑着身子不让自己倒下 而我只是面色平静地看着他 周英怀 你真冷血 林青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他脚步局促 几乎是看到江黎的第一眼就跑了过来 扶住了摇摇欲坠的江黎 却被江黎用力推开 林青 我们已经分手了 听到这句话 我眉头一挑 在看向林青时 就看到他的脸色阴沉 双全攥紧 为什么 你不是在一直等我回来吗 浩浩才刚刚有了妈妈 又要失去吗 你只是失去了一个女儿 你还有浩浩 浩浩才是你的孩子 这句话无疑是踩到了江黎的雷点 他愤恨地扇了林青一耳光 清脆的巴掌声在灵堂回荡 你们可以继续闹 我已经报了警 我很乐意看这场闹剧 但是这里是阿安的葬礼 我不想让他在天堂 还不得安生 听到我报警了 江黎和林青也缩了缩脑袋 江黎还想上前拉我的手 但是在触及我毫无温度的目光时 又将手缩了回去 阿安刚刚过世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等过段时间 我会再来找你 他眷恋地看了眼阿安的遗照 抹着眼泪离开 而林青却没有立马跟上去 只是红着眼瞪着我 那样子 活像是要把我拆吃入腹一样 周英怀 你凭什么 江黎心爱的人是我 他等我这么久 说不爱就不爱吗 我没有搭理林青的质问 你不是和他住一起吗 让他赶紧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从今往后 我不想再和江黎有任何瓜葛 然而事与愿为 再一次得到江黎的消息时 是林青坚持不懈地给我打电话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和急迫 夹杂着深深的疲惫 你来医院看看江黎吧 他就要死了 他死了 和我有关系吗 电话那头瞬间沉默 似乎想要发火 但是无能为力 他说只要你来见他 他就签字 我烦躁地在手术室门外踱步 看着手表上的时间 一分一秒地流逝 你把我叫到这里做什么 你不是说江黎签字了吗 林青看起来销售很多 单薄的背影 让他身上的西服 显得有些滑稽 他震惊地抬起头 没想到你这么狠心 江黎为了你不吃不喝三天 你难道没有一丝动容吗 我目录鼻地逆了林青一眼 只觉得他除了一张白净的脸以外 连脑子也是蠢的 安安可是受尽了折磨 离开了这个世界 江黎就算是千刀万剐 也没办法偿还 为了得到江黎的签字 我最后耐着性子 等到了他手术结束 在他恢复意识时 就迫不及待地冲进了病房 江黎见到我时 眼中是从未有过的神采 仿佛见到我就有了力气一样 因怀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 我扫了一眼周围 拿起了桌上摆放的离婚协议 江黎还没有签字 我将笔地给了他 他逐渐失落了下来 就像没了灵魂的曲窍 我以为 我把你经历的一切 全都施加在自己身上 你就会原谅我的 我只是淡然地回答 签完字 我就走 你要死要活 都和我没关系 江黎所说的爱 不过就是那一份执念 他的性格一向如此 只有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 就算是爱了很久的初恋 那又如何 得到了以后 还不是被江黎抛弃 看到林青 失魂落魄的模样 就知道 他布了我的后尘 而浩浩可能就是下一个安安 本想着 江黎如果坚持不离婚 那我就准备走法律程序 但是 没想到他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并且将名下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我 而再和我离婚没多久 江黎就和林青结婚了 那时候 林青还特地来我面前炫耀 高调地邀请 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但只有我知道 林青已经深陷泥潭 出不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只会把我当成是你 江黎已经疯了 他甚至强制要求浩浩穿女装 把浩浩当女儿养 这个消息是林青找到我时跟我说的 他那张白净的脸 在和江黎结婚后也沧桑了不少 胡子拉叉没有打理 但他们之间的事与我再也没有关系 我离开了这座城市 拿着江黎分出的财产 资助了一家孤儿院 那里的孩子都失去了父母 而我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爸爸 每到深夜时 我还总会想起安安 祈求他能原谅我这个软弱的父亲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